這個作品其實是由一張一張紙築成的 我畫了很多年的畫 從小學到大學可能面對的石膏像 我做了一系列作品 那就是教具系列 我們做了大概有幾十件了 基本都是我畫過的 到2010年我研究生畢業的時候 我做了兩個紙雕塑的人 我完全把這個人拉伸開了 它就變得非常的纏繞和攀遠 我估計會有80平米左右 我要做這個人 我就把它貼合成這麼高一段 用特製的膠 不能讓它變顏色 之後我會用機械把它先打磨的大概形體出來 那麼去用刀具 用紙紙或用磨機一點點把它磨得比較細緻 從選購紙到貼合紙到最後的完成 應該差不多一個月吧 在什麼樣的空間 用一個什麼樣的展示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比如說我是把它延展開 還是把它翻轉 那我用了防護服、口罩 這樣能使自己不受灰塵的侵擾 敦煌出來的那個精卷 精快到900多年 你看它還很好 但是我們現代的紙就很難 它不是純木漿或者純草漿 但是我想幾百年還是沒問題的 我選的就是酸性小 它的韌性好 木漿更多一點 化學成分更少一點的紙 我新的系列是自然系列 比如說是樹木、石頭 往展廳一放 大家會看 你放一段木頭幹嘛 當它展開那一瞬間 自然系列作品 對很多人都是一個刺激 當它看到一段木頭 是既往的一種認知改變的時候 它會重新思考 我既往看到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真是那樣的